行了 您来我这儿说半天这意思呢 我也听出来了 您就是让我给您这 最怕先看看风水 是吧 就是这意思 麻子我跟你说 我哥看得起你 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行行行行 什么呀 吹着你的家伙这儿 走 等等 等等 别忙 您看啊 这个 风水我肯定肯定干 对不对 但是您看我这堪于非 您说什么 那个 我 我说他那个抓紧走 抓紧走 三哥 去去去去 往哪儿看呢你 不是你们让我看看风水吗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这儿跳大神呢 看着什么问题没有 问题 你们这儿问题还就真不小 知道吗 您搂搂 就你们这门口 一没车 二没两 根本就不守财 哗 一阵风一吹 所有财 全全跑着 哥 真有这么一说啊 那怎么解啊 三哥 我跟你说啊 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讲啊 这后厨 它天生 它本来就有缺陷 你知道吧 别想你这后厨 你得做饭吧 你这刷 刷家伙洗碗 对不对 你无意中你就会浪费水 这水是什么呀 水为财 后厨这地方它不具财 别说这么玄乎 直奔主题 怎么调整啊 怎么调整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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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耽误了 干活活 走 走 出来 起活呀 这就算起活了 您呐 字要是照着我说这个改 我跟您说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您这罪把心 一飞冲天 你还别说啊 妈妈 你白活了半天 似乎有些道理 什么呀 有些道理 回来 我跟你嫂子 好好合计合计 如果她同意 就按你说的改 走吧 别别别 三哥 哥们儿 我这活可练完了 是不是 上下来 上什么呀 上了一大嘴吧 不是 三哥 咱这可没有啊 谢了莫沙律 吃饱了大厨子 不是 你这玩了 也不行了 妈子 我们哥俩听了你的 今天蹲了好几天 吃这么多苦 跟你要半毛钱了吗 是 没有 你还挺着点 跟我们俩要钱你了 行 行 怎么想的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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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我实力跟你们俩料了 刺打你们俩信我那屋 我就没打算要出钱来 那你也敢张嘴 去 芬哥 这回这活 就算兄弟我白亮 放心 放心 不要按理说的这么改 生意真火啊 不差钱 你哥是情行八十人吗 是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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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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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得了吗 走吧 走吧 赶紧给别人看去吧 三哥 把这事光滚 那兄弟我就先走了 说二位这商议是 满卖兴隆同四海 财员冒不胜达三江 谢谢您吉隐 拜拜 没见了 别这样 走走走 哥 你又找黄麻子来看风水了 是啊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还别说 黄麻子那一场说的 还有点道理 要想让醉八仙的生意红火 没准还真得按他说的方法 调整一下 庄志兵啊 庄志兵 俗话说得好 一个坑不能跳两次 一个坑都不能栽两回 你之前吃黄麻子的亏 还不够啊 你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 别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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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是因为生意不好 我急病乱求医吗 你这着急 你也不能瞎折腾呀 方志兵 我现在严肃地告诉你啊 这事你不许再提了 你要是再提 别怪我跟你翻脸 那我白忙活了 这都敢跟我扔耳两句